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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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好 我是陈芳明 歡迎各位收看台灣新聞學史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 轉型正義在台灣 首先我們要問 什麼是轉型正義 我們都知道 1980年之後 全球化 開始席捲整個世界 所謂全球化 就是 資本主義滲透了 世界各個角落 沒有一個 地方是例外的 那麼資本主義的發達 使得 每一個社會都開始 出現了中產階級 那麼過去的威權體制 它能夠 與取與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所有的力量都被 一個政治權力所控制 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時候 全世界都資本主義化之後 社會 社會開始出現了非常活潑的經濟活動 而這樣的經濟活動 已經不是過去的威權體制 能夠控制了 我們也都知道 到了1987 1988年的時候 西方開始出現了所謂的 蘇東波浪潮 也就是蘇聯 東德波蘭 慢慢開始被資本主義侵蝕 所以使得共產主義的 原來維持的 控制的體制 也開始鬆動了 那麼蘇東波浪潮 它所引起的 那麼大的一個衝擊 絕對不是只有在歐洲 整個亞洲也開始吹起民主之風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1989年 會發生天安門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 當時很多美國的資本主義 已經進入中國了 中國的年輕學生第一次看到 原來美國的生活 是那麼開放 那麼民主 那麼公平 所以他們也開始羨慕 美國的民主制度 這一群學生 坐在天安門前面 就是要求共產黨改革開放 我們都知道 鄧小平是在1980年 到廣州去以後 開始宣布讓資本主義進來的 所以改革開放 所引起的效應 對後來的中國社會 衝擊實在太大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 天安門事件的影片 就可以知道 他們已經提出 我們要民主這樣的觀念 那麼台灣是在1980年 因為新竹工業園區設立的緣故 我們也開始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 這樣的一個浪潮使得台灣 出現了全所未有的龐大的中產階級 這一群人對於西方的民主 他們各自擁有的個人的知識 都是過去我們從來沒有看見的 當一個社會開始進入民主化之後 我們總是要回頭去過去看說 到底過去發生了什麼 那麼過去所發生的 大概就是產無人道的228事件 或者白色恐怖 整個時代轉變了 在野黨也出現了 所以執政黨他不可能 一切都以他為中心 來決定台灣的標準 或者價值觀念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到 台灣開始民主化 正式民主化 其實要到2000年 政黨輪體 雖然李登輝當了總統 李登輝他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就在於他是台灣人 可是他又是國民黨員 所以這使得國民黨 能夠頓逃歷史審判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因為台灣人以為就是說 有一個台灣人總統了 那時代改變了這樣就好了 結果國民黨反而 開始有頓逃的機會 2001年陳水扁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的時候 轉型正義這樣的名稱才開始出現了 今天我們要問的什麼是轉型正義 所謂轉型正義 就是從一個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的這樣的一個轉型期 我們需要把過去威權體制所犯的錯誤 在民主的時代要把它糾正過來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轉型正義是那麼重要 我上個月到捷克布拉格去參加一個演講 我所談的就是台灣的轉型正義 捷克的那些知識青年他們很好奇 他說東方有一個那麼小的國家台灣 他們都有轉型正義了 那捷克他們現在也正在接受轉型正義這樣的觀念 他們非常不服氣的就是 為什麼過去的共產黨員可以繼續參與選舉他們的國會議員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台灣事實上是政黨輪替 我們並不是要這個威權體制的國民黨完全撤掉 然後從此不能再來幹涉政治 讓國民黨繼續從事這種政治活動 這是台灣民主非常非常特殊的現象 你看德國 德國所有的共產黨員每個人都要認錯 去密告的人每個人都要認錯 國民黨從來沒有認錯 所以在這一點我們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布拉格跟台灣是非常非常像 捷克跟台灣是非常像的兩個國家 都是過去的加害者 到今天沒有得到正式的懲罰 而且還繼續的參加政黨輪替這樣的遊戲規則 因此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轉型正義 過去我們在講正義的時候 並不是在說民主運動的人每個人都有正義感 不是這樣的 而是這個民主運動使一個威權體制終於垮台了 它應該要面對過去它歷史所犯的錯誤 我們直到今天政黨輪替已經兩次已經第三次了 我們有看過國民黨在對它過去所犯的錯誤 它認錯了嗎 沒有 我們不僅讓蔣介石的雕像 繼續在台灣各地處理著 台北的中正紀念堂還是維持現狀 不僅如此 過去的那些告密者 出賣台灣這個善良百姓的那些特務人員 他們有得到糾正嗎 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繼續採用轉型正義 所謂轉型在英文裡面叫做transition transition的意思就是過渡 就是一個過渡時期 我們要建立一個正義的價值觀念 那今天我們在談這個轉型正義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可以發現 我們確確實實是有我們的困境 這個困境是因為第一個 國民黨裡面有太多的台灣人 所以這並不是說這是黑白分明的一條歷史界線 我們今天遇到這樣的一個困境就是 我們並不是說所有的外省人都是壞人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是好人 不是這樣的 那這個因為我們有這個藍綠對決之後 藍綠對決其實不是只有藍綠對決 更重要的是統獨的對立 藍色的繼續還在用中國的力量來恐嚇台灣 特別是用九二共識那個東西 用九二共識來威脅台灣 也就是說我們不承認兩岸屬於一中的話 那麼台灣民主就會受到威脅 國民黨今天是這樣論述 新黨今天也是這樣論述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在講轉型正義的時候 正義其實是沒有到來 我們還在掙扎之中 那麼這種所謂的困境在什麼地方 過去我們也都知道 228事件賠償委員會成立了 白色恐怖賠償委員成立了 這種設立的方式其實是非常被動的 一個當權者是應該主動的去調查 主動的深入去看看過去誰的歷史犯了什麼錯誤 我們也甚至要把過去所有密告的那些檔案 怎麼把它公布出來 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 這正是我們現在在追求轉型正義的時候的一個困境 讓這些檔案公布難道就是正義就到了嗎 不是這樣的 而是說我們認識了歷史的真相之後 自然而然就會讓我們清楚看到歷史在什麼地方轉彎了 歷史在什麼地方出軌了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去認識的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繼續收看 歡迎各位觀眾回來收看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轉型正義 其實是我們在邁向健康完整的民主制度的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個跨越 我們不能說因為我們享有了民主制度了 所以過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算 這個是忘記歷史 我們就會犯過去歷史所出現過的錯誤 我們之所以要談轉型正義 我們之所以要公布過去的秘密檔案 我們之所以要求國民黨要正式道歉 這樣的行為事實上是非常符合民主的要求 而且是人類非常文明的一個方式 那麼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 它所需要的公平與正義是什麼 我們舉一個例子 過去所有的工人完全沒有足那個工會的機會 也就是說當國民黨跟資本家一定的工資以後 它就開始剝削了 像這樣的一個過程 過去長期這樣工人被剝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轉型正義的時候也應該要提出來 到底國民黨跟那些財團欠工人多少錢 這個也必須要賠償的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提這樣的事情 我們大概都只是說只要讓那些冤獄 或者是到底228事件犧牲了多少人 這樣我們就覺得是正義到來 我們今天的正義其實還是殘缺不全 一個正常的社會所需要的公平與正義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它不是屬於特定的階級 或者特定的性別或者特定的族群 這是全民通通受害的 那我們之所以需要公平與正義 很多人就是說過去就算了啦 不要這樣啦 這種民族或者這種轉型正義是獲虛的 我們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讓我們立下一個範例 就是說過去做錯事情的人 他現在要認罪或者認錯公開道勸 否則的話只要有一天我們是民族 如果出現一個野心分子 去當選了那個領導人 他看到過去的那個 那些威權體制時代的人 全部都被清千放過 他也很有可能會擴張他的權力 他也會破壞很多人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 就是以過去的歷史作為一面鏡子 我們並不是在看到過去的人是怎麼樣 那一面鏡子是看到我們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是自私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是越多越好就好 我們每個人就是 只要我能夠永遠掌握權力的話 這樣是最棒 今天我們談轉型爭議就是 我們怕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會出了差錯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想看看 最近才在談到陸窟事件 要賠償幾千萬的賠償金 1949年1950年發生的事情 怎麼到今天半個世紀過去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 那時候陸窟事件可以把整個農村的人全部都逮捕 他只是說為了反共這樣的名義 他說有共產黨在那邊生五星旗 當時連小孩子五歲三歲也都全部被逮捕 一個五歲三歲的小孩他有什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他怎麼會知道什麼叫做共產黨 所以這種沒有差別的逮捕 那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們對那樣的事件重新去檢討 並不是在檢討過去 也是在檢討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私心 每個人都會有貪婪之欲 這樣的欲望 往往都會不斷地 慢慢在你的內心燃燒 只要有一點點權力在握 你就忍不住 要用這一點點權力去干涉別人 在民主制度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美國已經出現一個川普 他那個權力在過去每個人都是 在那個位置都很謙卑 結果他變成很囂張 很多人就說美國不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樣的例子就是我們的接近 我們如果也出現這樣的領導人的時候 那就是台灣的危機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天安門事件爆發了 他能夠那麼快就鎮壓 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看到了蘇東波浪潮 也就是說蘇聯、東歐、波蘭 他們的民主浪潮事先發生了 而且他們也見證了蘇聯共產黨瓦解 東德共產黨瓦解 波蘭共產黨瓦解 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鎮壓天安門事件的話 他們可能中國共產黨也要解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都很明白了 一個要鞏固自己權力的一個黨 他什麼事情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中國共產黨他們現在都是叫做維穩政策 所謂維穩政策就是中國人民是他的敵人 現在中國已經不會還有帝國主義要來侵略中國了 所以你看他們的國防經費變得最少 鎮壓人民的經費變得最多 這樣得一個20世紀了 而且他也資本主義化了 非常非常資本主義而且是資本主義的腐化 很嚴重 可是他還要繼續維穩 其實中國最不安定的是中國共產黨本身 不是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 今天我們回到台灣 今天我們在講轉型正義的時候 並不是說綠色執政所以是要藍色的整個 通通是把他們否決掉 不是這樣 可是我們必須要注意 你藍色的執政者包括蔣介石 包括蔣經國 他們犯的錯誤我們沒有檢討 尤其今天他們還在歌頌蔣經國 說什麼他對台灣人民非常好 應該是台灣人民對他太好了吧 怎麼顛倒過來說是蔣經國對人民很好 所以這個還是有權利的觀念 在他們的腦子裡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在談正義的時候 並不是說這個是只有綠色才可以談正義 或者國民黨才可以談正義 不是是台灣百姓這些選民才有資格談正義的 因為有這樣的力量 人民才會要求民進黨必須要對轉型正義 有一個具體的實施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正義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遲到了啦 一切都已經遲到了 但是很抱歉 遲到了正義我們還是認為是正義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一個是非分明的社會 那麼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到了 如果我們還一直在談意識形態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回歸到正常的歷史軌跡 因為我們在談正義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以藍色為敵人 只是說國民黨它碰巧就是過去實施戒嚴體制 然後過去是做了不少不道德的 不正義的槍決的事件 那當然是找你算中不然要怎麼辦呢 那因此今天我們也要談了 真正的正義是不分族群 不分性別 不分階級 並不是說只有漢人才有正義 不要忘記 我們台灣族群是多元族群 我們在漢人在要求正義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過原住民他們也要求正義啊 過去我們是這樣的欺負原住民 現在我們自己也開始要 我們在講求轉型正義的時候 我們也開始要那個思考正義是什麼 我們怎樣把一個恰當的正義實施在原住民的族群裡面 同樣的農民工人長期被剝削 他們的正義在哪裡 因此今天我們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說誰要報復誰 而是我們想的是未來長久的台灣歷史的發展 台灣政治的發展 台灣民主的發展 因為只有一個正義為標準的社會 然後民主才能得到確確的定義 沒有正義就不會有完整的民主 我們今天所有的在討論在整個的那個民主轉型的時候 永遠要記得權力會使人腐化 然後呢更多的權力會有更多的腐化 那我們有這樣的警戒心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當這個轉型正義真正實施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才有和諧的可能 否則沒完沒了 最後就是淵淵相報 我們要趕快讓淵淵相報的這一段時間內趕快過去 而不要常常講說國民黨欠我們 我們在糾正這個過去錯誤的時候 應該是超越政治的界限 我是陳芳明 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